广东维权人士郭飞雄 他在狱中健康急剧恶化 却得不到适当医疗的消息 在中国和海外 持续引发关注和声援 郭飞雄的妻子张青 在星期四致函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请求协助挽救郭飞雄的生命 张青在信里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直接跟中国政府来交涉 让郭飞雄得到及时的诊断治疗 同时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团 来调查监狱 是否达到了关押条件 同时还要追究监狱的相关人员 独职或者虐待的罪责 那么与此同时呢 德国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以及民主中国阵线德国分部 昨天也向广东阳春监狱 发信和打电话 要求保障郭飞雄的基本人权 关注他的健康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 中国著名的维权律师高志胜 也为好友郭飞雄发声 他在这个星期呢 转发了声援郭飞雄的联署文章 但是文章无法发出 而他的手机则遭到了当局强制停机 那么据报道 高志胜在出狱之后 电话两次被停机 都是因为声援郭飞雄 关注郭飞雄 也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来查询我们的相关报道 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M M